哈喽大家好 这个视频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中文up主 在海外媒体自媒体平台上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怪现象 我大概可以做一些以下的分类 大家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就是一类人是海外华人 长期不在国内生活 或者说也许连续十年 或者说是几十年也都不回国了 不管不回国的原因是什么 也许是主观的 也许是被动的 总之他没有生活在国内了 但是这帮人他所做的视频 大量的都是在讲中国国内的事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负能量 绝大部分都是负面新闻 你说他有些新闻 他采集的来源 甚至是一些国内的官方的报道 他也不是说所有新闻都是来自那种地下消息 都是来自那种大纪元 听唐人 也不尽然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人家解读这个新闻的角度 跟大家不一样 总之就是他看在任何 关于中国负面新闻的时候 他都是从共产党体制有问题 对吧 然后只要共产党不好不倒中国就不会好 只要是共产党一倒中国必然好 他是从这个方面去解读的 所以他看待任何 关于中国内部的负面的消息的时候 他所得出的结论 基本上都是一个方向的 你会发现这些视频 他的受众 就是他的听众 有意思的是 这部分人很多都是生活在 土生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领土上的 甚至于很多人都没有出过国 没有出过国 他们的选择相信一个 常年不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 对中国的评论或者说是评价 他不相信他每一天 是吧 这个周遭他所获得的这些信息 即便是他能够得到的那些信息的渠道 他也认为是共产党故意捏造的 是虚假的 哪怕是他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他也不相信 所以才称之为洗脑 对吧 所以才称之为洗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 不相信自己所天天面对的这些事情 反而去相信一个在海外常年不在生活 常年不在国内生活的人 对中国的评价 那么另外一个 那就是方向就相反了 就是我们国内也有一些up主 就是也很少出国 也许没有出过国 但是你发现他也非常喜欢做国外的节目 评论美国 评论西方 评论这个评论那个 然后说的也是头头是道 然后对美国和对西方也是持非常负面的那种评价 双方都是 你发现没有 双方的观点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 两个方向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两部分人似乎是一类人 他们似乎都对自己所不熟悉的 所不擅长的领域 都能高谈阔顿 结果听众还都挺拥护 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 都说难道我不生长在美国 我不生活在美国 我甚至没有去过美国 难道我就不能评论美国了吗 因为我也有我自己的消息的来源 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哪怕你就是生活在美国 我也不敢说你一定对美国就了解 难道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 他对中国就所有东西都了解吗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前面所陈述的事实 我只说一个他的那种相对性 对吧 相对来讲 比如说生活在美国的人 来评论评价美国 起码比一个没有生活在美国的人 可能我觉得更准确一点 当然前提是 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被意识形态洗脑的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人前提屁股就是做歪的 那他生长在任何地方 对吧 他已经屁股决定脑袋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无从谈起了 是吗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自媒体泛滥 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刚才说了那一大堆 我不是在指责有一些up主 你应该做哪些 不应该做哪些 是吧 你应该你只做你熟悉的 你不能评论那些 看上去你不熟悉的东西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最重要的是 目前在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环境下 需要自律或者说需要提高的 反倒是我们听众 反倒是我们听众 因为你自己要需要 这个提升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之后 提升你自己的鉴别 这个信息来源准确性的能力 对吧 也许这个时候 我是开着这个摄像 对吧 我现在就是一个up主 我关了这个视频 我下一秒钟 我就突然就变成了观众了 这个时候 我在看其他人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我的心态 我就要转换了 我就要去甄别 我就要去判断 他所说的东西 是真是假 当然前提是 我有相应的 你有相应的经历是最好 你没有相应的经历 起码你有相应的知识储备 你来判断他的视频的内容 对吧 所以很简单 比如说同样都在说美国 我可能更愿意去听一个 目前人就在美国 或者说他跟美国之间的联系 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人来去评价美国 我觉得说的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还是那句话 对吧 如果说你让我在一个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一个人 去评价美国 和一个跟美国有非常紧密联系的人去评价美国的情况下 假如说这两个人都没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背景下 我肯定会选择更熟悉美国的人来说美国 对吧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之前我介绍过我自己 我在欧洲待了四年多 我在德国待了四年多 我当然不是说对欧洲所有国家都熟悉 但是说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做了一期节目 他来讲德国的时候 那我肯定首先我要看他的背景 对吧 具体你去没去过德国 你即便是你在德国 你是一个什么身份 你是一个游客 是吧 到那边清廷点水 是吧 几个旅游景点灌了一圈 你就回来了 然后你就开了一期视频 你就跟大家介绍 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觉得那个就太肤浅了 真的是太肤浅了 说白了就是你还没有资格去评论一个这样的国去评论这样的国家 因为你对他的了解根本就没有到你能够评论他的阶段 当然这个是对我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要求啊 我不是并不是说要求所有人都这样 我还是那句话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听众 你自己要提高你自己的鉴别能力 知道吗 当然我举一个特例啊 那比如说像人家死动 是吧 人家死动在美国 人家待了好 也待了好几年了 据他说呢 他也有绿卡了 但是你会发现 即便是待了好几年的死动在美国 在我看来 其实他对美国的所了解的非常的肤浅 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意识形态 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 我们就观察他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 在我看来啊 在我自己主观看来 死动每天的生活非常的单调和简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眼里啊 就两样东西 一个是镜头 一个是他老婆 这两样东西的排名不分先后 对吧 我也不知道是镜头和他老婆 到底哪个东西在他在他这个头脑中呢 是排名更靠前啊 这个咱不管 总之来讲 你发现他所介绍的新闻也好 他所能给你传递出来的消息也好 基本上也都是二手的 甚至三手的 加上他一些是吧 歪屁股理论是吧 歪屁股去解读他 哎 结果吃进去是吧 他嚼一嚼给你吐出来 那个时候就变味了 他是真正的美国吗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去过美国 或者说你没有生活在美国 你没有跟美国人有长期交流经验的话 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天天生活在中国 你通过这样的消息渠道 你所了解的美国和真正的美国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 有非常大的差距 更不要提死动的都好多年都不回中国了 对不对 他还对中国的一些这个时事 他还发表一番高论 那不是更是可笑了吗 对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对之前我打断一下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我底下留言 他说他不希望我把做自媒体慢慢的当成一个是吧 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是一个赖以生存的工具 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挺好 这个也是符合我对我目前这个频道的定位的 为什么 很简单 当你这个频道一旦成为了你经济唯一的来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非常依赖他 那个时候就不是你来控制频道了 而是控频道来控制你了 甚至于是你的所谓的粉丝们来控制你 对吧 当你做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肯定会有一些思想包袱 你会想哎呀我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后 是有人骂我呢 还是有人夸我呢 是涨粉呢 还是掉粉呢 你会有很大的这个思想压力的 因为你这个频道一旦观看量上不去 对吧 或者说你的粉丝流失太严重 你的经济收入就受到影响 对吧 你吃饭就有问题 你的饭碗可能就会危险 所以在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尤其是去看那些 以自媒体为生的 专业的自媒体的这些 up主的时候 你尤其要注意这点 他是不是在迎合粉丝 在说一些事情 他为了浏览量 他为了点击量 我这里主要针对的是实证类的 其他的 其他的行业 我们不触及 你说人家吃播 宠物什么旅游 这个咱不讨论 对吧 咱就说实证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证类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其实挺重要的 虽然说它是一个自媒体 这个行业当中非常小的一块 但是它可能影响到你的三观 对吧 影响到你的意识形态 影响到你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 很多事的看法 他和你平常看看什么宠物 看看吃播 对吧 图你一乐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对人的影响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就还是那意思 就是说我们听众 你要真的要提升自己的辨别能力 包括我自己的视频也是 你也不是说都要去点赞 是吧 或者说都要去赞成我所有的视频当中的观点 很多人骂我 我的评论也没关 对吧 很多人还说我删评论 我删啥评论 我连看评论有的时候时间都没有 我还删评论 我没那么闲 我开视频的目的就是什么 第一 说我想说的 做我想做的 说我该说的 我就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吧 中国做的好的事 我们要大家表扬 中国做的不好的事 我们也要提出批评 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哪 是在希望中国能越来越好 对吧 但是有些人他对于中国的评价也好 他的出发点是错 他的出发点有问题 对吧 出发点现在就希望中国赶快搞联邦制 对吧 你大一统不好 大一统有什么好的 联邦制多好 中国分裂多好 很多人咱就不点名了 你自己去分辨 因为每个人对于每一件同样一件事情来讲 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这个也很正常 所以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这个话题 就跟大家聊聊 聊到比较散 啊 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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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